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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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 《华眼经》第21件 十五进账品 早上我们讲到第三 惨障 就是 惨对自己 那么下午呢 我们讲到这个 愧障 惨愧 那么这个佛经里面说 世间有二法 世间有二法 就是 惨愧心 觉得自己 做不对 很羞耻 那种 渐显施起的心 所以 世间 不愿 则得常住 世界上的人类 能够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就是我们人 天生呢 就是有这种惨愧的心 惨愧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骂人 这个人 无惨 无惨无愧 那就是 就是骂成畜生了 就不好听了 我们骂人说 你这个人无惨无愧 自己做错了 不承认 他人 还要去 辨别 隐藏 那么就是没有惨愧心 那佛经里面呢 说 惨呢 来忏对自己 愧对别人 所以 我们人类 有惨愧心的人 就能够见闲施起 来 对自己的毛病呢 一一的 去消融 所以下午我们讲到 第四种 菩萨必须修的一个学分 就是叫做 癸障 此菩萨自癸 息来于无欲中 种种贪求无有愿足 因此增长贪 会吃等一切烦恼 我今不应复行事事 我讲过了 我们学佛信佛的人 最关心的是自己 最爱的也是自己 那我们反省看看 我们对自己究竟是了解多少 对生命的运作 清楚多少 清楚多少 如果我们研究一大堆的理论 一念三千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个理论 我们了解很多 懂得很多 可是 对我们的身心 没有什么多大的注意 就像你背这个药草 背一大堆 你又不买来吃 你的病是永远不会好的 食谱嘛 懂得很多 可是你不去做来吃 肚子还是饿死 所以一切佛法 无非都是讲 我们身心的问题 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 身心的运作 你了解多少 这个是 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在阿罕经里面 特别有讲到这个 我们的生命运作 第一个 我们生存的空间 必须依靠 财色明食碎 生命才能得以生存 如果灭这些物质咯 财色明食碎 种种的这一切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生存 那 这个叫做五欲 五欲 我们的生理 心理的欲求 但是为什么 会 佛会去呵斥 这种欲求呢 那是因为我们 贪求无厌 对这个五欲呢 我们想 越多越好 少有的东西都归于我 被我支配 被我利用 被我享受 这个才产生的烦恼 如果我们 我们适可而止的 适当的 利用这个 财色明食碎 来维持身心的健康 那 这是帮助我们修道 只要有 只要有一份 过分的贪爱 执着 甚至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啊 那么这个就是 佛陀要和 所呵斥的 所以 鲁家也讲到啊 实色信也 实色信也 那佛陀 对这个财色明食碎 他认为他是忠性 他也不属于善 也不属于恶 是在于我们人 能不能节制 适当的 适可而止的 来利用这个财色明食碎 来维持世大的健康 而且 有了健康的身心 除了能够修道 也能够去当义工 去帮助这个 其他的人 所以 问题就是我们众生 在这个五欲当中 贪求无厌 然后呢 贪心呢 越来越多 越贪 这个心中的 执着呢 就越深 而且这种贪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愚痴 无名 邪知邪见 来 增长 贪得到 增长贪心 贪不到 起称恨心 就起称恨心 所以贪 慧吃 慧就是称慧 发脾气 暴躁如雷 暴跳如雷了 所以 所以佛经里面 把这个 贪爱 称恨 愚痴呢 就叫做三毒 三毒 那么 我们众生 无死 无量的 生死当中呢 我们不断地去增长 贪 吃的一切烦恼 好 如果我现在信佛学佛了 我又继续地增长 贪爱 称慧一次的话呢 那我们学佛就白学了 又白学了 那我们自己了解这件事情 这样还不行 一切众生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起烦恼 俱行恶法 这是讲到 把自己去推广出去 所有的众生 在这个欲界的众生呢 也是一样的 没有智慧 所以 贪得过分了 起誠誠心了 起愚痴的心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 不相恭敬 不相尊重 乃至转转父为冤仇啊 所以 我们看世间上 很多有意思的一个字 这个人呢 各位有看这个人 人是一撇 走一撇 又一撇 这两个 这两个如果碰在一起呢 叫做人 如果没有碰在一起呢 就变成巴 知道吧 这个人啊 古代造字很有意思 走一撇 又一撇 而且要靠在一起 靠在一起 才是人 也就是说 我们人跟人之间啊 你是不能单独生存的 你靠我 我靠你 你种田 我支布 他该房子给人住 这整个世界是这样子的 可是因为 我们无量劫来养成的那种习性 贪而无厌 所以 侵犯别人 而且还伤害自己 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 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生命 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这个财产 不懂尊重别人的解操 那 就 人跟人之间啊 就是变成仇敌了 一个家庭 我们说家和万事心 家不和呢 就 这个家庭破坏了 一个家族 跟一个家族 一个民族 跟一种民族 那个就变成什么呢 世仇大恨 你看那个中东啊 阿拉伯人啊 犹太人啊 那 那 就变成 世仇大敌 一下子 你打我 我打你 我发射火箭 你发射什么炮 就这样杀来杀去 杀来杀去 整个世界啊 都是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 那在我们社会上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人 为了某一种目的 毁谤对方 甚至呢 这个案件伤人 个人 个人是小事哦 如果是发展成一个家族 跟家族 民族跟民族的话呢 那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 所以世界上呢 据历史上的统计啊 人类真正说没有战争呢 还没有过 就人类每天都有战争 古代因为没有报纸 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啊 人家不知道 事实上古代跟现在一样 每天都有战争 人跟人之间的战争 你看看那个法院就知道了 法院是人满为患啊 是不是你真我夺的 所以 整个世界的众生啊 就是在贪嗔痴三毒的 熏悉之下呢 不择手段 伤己害人 不相尊重 乃至转转富为冤仇 如是等恶 无不被造 然后呢 照以欢喜追求称叹 那个这个时候 众生的愚痴到了极点了 作恶 没有惭愧心 不知道反省 反而怎么样子呢 去跟你在炫耀炫耀 哦 你看我的手段多高明 我伤了某某人 杀害他呢 他还感谢我 用种种的计谋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相 众生相 那在所有的这个五欲当中 才设明十岁 这个五欲 那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 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造成人类最困扰的 就是男女欲 男女欲 男女欲 古代一个国家 为了一个女人 他说为了一个什么 兴起战争了 我把你这个国王杀死 把你的太太儿女抢过来 变成我的 所以我说这个历史啊 有事实 没有思想 有事实没有思想 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啊 就是 难你全力的一种 交战 那 圣者为王啊 败者为寇 那么 众生 就是为了 物质物欲 才赦 那 来这个劳师动众的 心思相法 这是 我们称为 五浊二世里面呢 这种 见浊 见浊 杰浊 也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在 佛经里面呢 讲到了 我们对五一的这种追求啊 想想看 我们要有这个身心 这个身心是怎么来的 因为 我们 临命中的时候 这身当中 养成了 对这个男女的欲望 是最深最深沉的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时时都在培养 这种欲求 欲求 一个日本的心理学博士 这个心理学博士呢 他为了研究这个 人类的男女欲啊 他就问他的妈妈 他说妈妈你已经七老八老了 你到底你这个年纪你还会不会有这个男女的欲望 他问他的妈妈 这个妈妈一时不能回答 想了一想呢 就到外面去拔了 一棵草 就放在他的 博士的 医生的这个儿子的桌子上 放在那边 这个博士呢 就想这个妈妈为什么 把了一根草 还有根 还有泥土 放在我的桌上 什么意思啊 各位猜猜看什么意思 你猜猜看 后来这个博士想了三天三夜 终于悟到了 经过三天三夜以后呢 这个泥土干了 这个草呢慢慢的萎缩了 第四天的时候死掉了 干缓了 所以这个妈妈很有智慧 意思就是说他七老八老 他还是有欲望 还是有欲望 只是他的生理机构呢 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欲戒 欲戒众生 春蝉 湿尽 怎么样 湿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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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到死了 知道是不是 有这么一句话吗 是不是 他的春蝉在土那个湿 土尽了 把自己封在一个地方那 最后他才死掉 也就是说 我们人类 进到棺材里边 还是有那个欲望 我们带着这个欲念 去投胎转世的欲求 所以一个人 在佛经里面怎么讲呢 所以一个人 造了这个滔天大罪 吃喝嫖毒 无所不造的 那么他 要下地狱了 下地狱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呢 怎么下地狱的呢 并不是说 哦 元德王把你审判 哎 你下地狱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到地狱去呢 是化身 因为他生前 就沉迷在这个欲望当中 所以这个习性呢 很奇怪 他要死的时候呢 他看到呢 一棵树底下 一个漂亮的仙女啊 跟他招手 这个时候他全身发热 又干又渴 他看到那个仙女啊 拿着这个什么 什么水啊 仙水啊 他一看 尤其是在树底下 又是很凉快 他就飞奔而至 就想去拥抱 拿小的一拥抱的时候呢 是什么啊 铜床铁柱 烧得红红的 这一下子 他抱紧紧的时候呢 这个仙女啊 就变成了铜床铁柱 烧的热红红的铜 热红红的铁 他抱的紧紧的时候呢 全身被这个铁呢 烧烂了 然后一阵风一吹 他醒过来了 全身发烧烫烫烫烫 又看到一棵树下 有一个天仙美女跟他招手 那么他又冲过去 就这样不断的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呢 这是佛境里面形容说 一个人 生前 都是在这个欲望的 需求当中过日子的 死后的一种境界 那这个要受千年万年 这种业境了以后呢 才重新脱胎做人 或者是做畜生 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人道 要脱身到人道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离开世间 首先是 手脚无力 四大要分散了 首先是地大分散 这个地大一分散呢 你的骨头呢 没力 所以人要死 他们都是躺下来的 因为他无力 连做都没办法做 躺下来 四大呢 地大先分散 躺下来 然后温度慢慢的降低 眼睛闭起来了 无力了 睁不开了 但是耳朵还蛮灵光的 所以人走的时候呢 他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你可在他旁边啊 跟他叫他蜿蜒放下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好好的劝他 你所有事我帮你办 帮你处理 你安心的走吧 祝念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开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 因为生前就养成了 这种对欲求的 深厚的培植 你看到的世界是黑暗的 慢慢慢慢慢慢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 这个时候跟我们有缘的父母 有男女的行为 那个地方就会发光 叫做隐光 男女隐喻的光 你看到一对男女很漂亮的 俊男美女有这种隐喻的行为 你这个时候 你就会起这个欲念 如果你的业 比较轻 假如你要转身 投胎成男的 你的业力 让你转身是男的话呢 你就会 动个念头 把这个父亲 推开 如果你的业稍微重一点点 那么你就会把这个女的 这个母亲 把它推开 你想跟这个父亲呢 那时候他没有什么父亲母亲的念头 他只知道说 这是男的女的 他不当他是父亲的母亲 他只当他是一个人 如果你的业力 注定你就是要当一个女的了 你就会 讨厌那个女的 跟这个男的呢 有这个欲望 所以 这个在音许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生男的 就比较说我是母亲的话 生男的 这个脸就朝这个母亲 那如果是生女的 这个脸呢 就朝外边 这个到底是如何 我们就不了解 这是佛经上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是随着我们的欲念 随着我们的习气 随着我们的妄念 随着我们的愿力呢 去投胎转世 如果你的愿力很强 你觉得 再去转身做人的话 又是老病死 一场空梦 你讨厌 你讨厌再去投胎做人 什么欲望 竟然没你什么境界 现前 你都无动于衷 你心中就是念佛 念佛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欲的这个景象呢 就没有了 那么佛菩萨就接你走 你是趁愿力而往生 那如果你的愿力不强 你见到什么境界 你马上就呆呆傻傻的 就抓过去了 扑过去了 飞蛾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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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这样子的 于母人腹中啊 入胎寿生 乘够会生 那就是 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去了 那这个时候 我借着父亲 父亲母学 父亲母学的营养滋润呢 就慢慢的长大了 在佛经里面怎么形容呢 我们在母胎里边 就是一个羊水啊 什么这些泡在那里边 慢慢慢慢的就长大了 长出这个什么呢 头脑啦鼻子啦 就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称我们的祖先 就叫做鼻祖 有没有 鼻祖 最先就是这个鼻子啊 先长出来 所以叫鼻祖 那么呢最后完满的地方呢 是这个耳朵 耳孙 耳孙 有这种讲法 鼻祖耳孙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耳朵 就知道他的晚年好不好 知道吧 耳朵很圆满的 耳垂很厚的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 晚年呢会好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不讲算命啊 知道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旦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 有哨而壮而老 然后呢 这个地方怎么写 说至于法白面咒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呢 就在我们的脸上 刻上什么啊 刻上那个纹路 刻上纹路了 做纹了 所以我说我有个信徒啊 七十几岁了 到加拿大去拉皮 拉皮 拉皮 这个这个 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 法白面咒 那么有智慧者观此 但是从隐喻 生不尽之法 三世诸佛皆喜之见 若我已经有行事事 则为七狂三世诸佛 事故我当修行于愧 速成阿努多罗三百三不提 广为众生说真实法 这是讲到我们修行里面 第四个学分 十个学分呢就是 愧葬 多生多劫来 我们不断地重复再重复 重复再重复 就是贪生吃 这个三毒呢 造了许许多多的业力 在这三毒当中 最猛烈的 就是男女的欲求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欲戒 欲戒 我们就在欲戒中翻滚 多少次了呢 算不出来 佛经里面就怎么讲呢 算不出来怎么算呢 假如说我们 脱胎转世 我们必须 吸这个母奶 把这个母奶累积起来呢 就像含水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生离死别 受人欺负流泪 那个泪水如果能够累积的话呢 也像四大海水这么多 然后我们为了工作 为了这个生病 被手术流血 工作受伤也流血 那个血啊 如果累积起来 也是像四大海水这么多 就是我们累生累积 这个吸的奶 所流的汗 所流的血 血 就像四大海水这么多 然后我们死亡了 那些骨头如果累积起来的话呢 就像一座山 像虚米山 那么这个是佛经里面 来形容 形容很多很多 多到没办法算了 我们就用这个山 用海 来形容 那我们一般平时形容很多 那我们一般平时形容很多 我们用怎么形容 用一个字 猜猜看哪一个字 是 是 坐到要死 有没有 很多很多 那很多坐到要死 奇怪我们用死来形容 知道吗 爱也爱到死 恨也恨到死 知道吧 多也多到死 奇怪了 我们中国人形容这个字 都是用死 印度人怎么形容呢 恒河沙 恒沙 像恒河沙 这么多这么多 恒沙 所以这个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风俗不一样 形容词不一样 现在形容很好 叫做酷 冷酷的酷啊 所以现在人比较冷酷一点 很酷 所以 从这个天空我们了解说 我们是欲界众生啊 那个习气很难断很难断 那 在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去检点自己的身心 自己生命的运作 我此时此刻 我是贪着在什么地方 才是明十岁呢 那么你就落入了 这个欲界 你就是在欲界当中的翻滚 那如果是你在这色身上打转 我怎么吃 我练气功 我吃什么营养素 孝树 孝树 高利生 我要让我长命百岁 长生不老 那么这个叫做世界 世界 还有一种人呢 你来专门在自己的感情上下功夫 感受 感受 感觉 感情 那 那 你喜欢这个人 这个人不喜欢你 好啦 你自杀了 你割手 割腕了 你想感动对方 所以我常常讲 以感情而过日子的人啊 人生是悲剧 丰富的感情 缺乏理性的节制 那一定是注定 那一定是注定一辈子是悲剧 没有你我会死 哇 这一下可麻烦了啦 结婚的时候新娘不是我 那你就去喝农药了 这个是我们世间上的悲剧 常常看到的 所以生活在 受 感受 感情 感觉的世界 太浓 太重了 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呢 他丰富的想象 丰富的想象 一个古董 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 可是有些人丰富的想象力 这个是一百年前 一千年前的古董 青铜啦 什么 哇 想象了 一个古董 他是想象一丰富的故事 长篇故事 一个文学 一个艺术 一张画 让你产生丰富的想象 所以有了艺术家 有歌唱家 画画 你看那个皮卡索 一幅画 几百万美金 张大千的画 一幅几百万的美金 让你有丰富的想象力 你发再多钱 你都愿意买 有一次我到上海去啊 那一对夫妻说 师父啊 他拿到一个那个 岸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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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废知道吗 岸废啊 在上海啦 哎 师父我放在那个楼顶上 那个地方 我带你来看看 你知道那个蚌啊 多少钱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施多山多得很 那个时尚减财 有没有 最好的嘛 那个蚌 我说我们那边 大大小小一大堆 师父啊 这个蚌啊 五百万人民币 我说你整天啊 你的内心里面 阿弥陀佛也没有 你心中就是一个蚌 将来你就变蚌中的蚌 守在那个蚌中里面 你每天送去念佛 可是你心里就挂掉 这个蚌千万要守好 不要被人脱去的 指五百万人民币 哎呀你不知道 这个是三百年前 那皇帝用的蚌啊 我说谁说的 谁证明的 是啊没有错啊 这个已经鉴定 是三百年前的历史了 他想象的太美太美了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呢 五百万美金 我卖掉它 我不要去照顾它 我五百万美金 那我五百万人民币的话呢 我可以去 储蓄 还有利息呢 银行替我保管好好的 那你这个 你上班也想着它 你念佛也想着它 怕它被人脱 何苦来在 你认为是一个古董 是一个宝贵东西 我认为是一个凶器 早晚人家会知道 你有这个物 人家会设法呢 来盗取它 听了我的话 那 头来打电话来说 哎 师父我还是 觉得喔 卖掉比较安全 真的 我的心啊 一出门 就再看三看 有没有安全 门有没有上锁 怎么样去反道 睡觉也梦到这个瓮 出门也想到这个瓮 很苦 终于我解脱了 这样了解吧 所以我们众生 你看看喔 不是生活在欲界 就生活在什么呢 受 感受 你对这个东西的感受 产生了丰富的想象 丰富的想象以后呢 你就会有意志行为 去保护它 拥有它 支配它 占有它 不择手段 花再多钱 没关系 你知道世界上 这个很邮票 如果是有百年以上的邮票 那一张纸啊 现在纸多少你知道吗 几百万美金呢 众生就是纸左 我们看起来是一张废纸 所以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实时是检点自己 你是生活在欲界 还是色界 色界嘛 就是在你的四大组合的色身当中 下功夫 好 那么 无世界呢 就是你在你的感情上下功夫 想象力的当中去下功夫 做活计 然后呢 为了表示你的能耐 所以整天把你关在房子里面 没事做 你也很痛苦 总要去表现表现 表示我很有能力 我有很多的钱 我有很多的房子 我有很多的好的排场 那就是行咯 色色想行 表示你很行很行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很有能耐 这是生活在行的 生命里面的 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行 行动不如行动 你创造很多很多财富 你觉得这个身当中 我曾经拥有这么多这么多 我可以炫耀别人 光中耀主 最后 我们 对这个色色想行事 去认知它 了解它 我们很自然的 就是叫做是 识别 价值判断 一切众生 就是认为这个是 我们有一个主观的是 这个是呢 就是我的灵魂 就是我的生命的主宰 佛经里面说 认者作父 你如果没有这个色受想行 让你去攀远的话 你的是无从是别 无从是别 无从是别 所以 射心 赋为缘起 射心 赋为缘起 也就是说 两只木棍 你要让它站起来 必须两个靠 在一边 两只木棍啊 这样子 顶在地上 互相靠着 它就能站起来 你能站是因为我 让你靠 而我能站是因为我靠你 就是这么站起来 佛经里面讲到 这个色 心 互为缘起 的道理 也是如此 我们的精神 不是单独存在的一个精神 你在这个四大五蕴当中 我们会发现 身心就是这么巧妙的 射心互为缘起 然后给我们的幻想 幻想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 主观的 认知的一个本体 这个本体叫什么呢 叫做灵魂 世间人给它叫做灵魂 那 哲学上呢 心理学上呢 给它称为一个名词 叫做绝对精神 那有些地方就干脆讲要本性 或者是自性 然后讲好听的话呢 叫做佛性 那我们修行修行 我们就是哦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了 那佛经里面说 你这个叫做 任贼做父 任贼做父 你把这个精神体当做永远不变的一个什么 有行的无行的 行而上行而下的不管什么 你那个概念呢 佛陀说 如梦幻泡影 不实在 那我们众生就是无量节来 已经养成的一种习心 因为我们有丰富的感受感情 丰富的想象 行为意志 认知 认知 价值 判断 我们把这些 凑在一起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的人格 这个就是我的本性 我的本性 认贼做父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呢 学佛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我们还是不断地去认贼做父 认贼做父 学佛 难就是难在这个地方 简单也是简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五蕴上去彻底地了解他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一切是种种条件的排列组合 有这么一个生命的现象 生命的现象背后 你找不出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主体 找不到 但是 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却是不断地上演 不断地上演 让我们不晓得流了多少泪 流了多少血 我们还是不能觉醒 这个叫什么呢 众生相 就叫做众生相 那无量节来 我们是不断地重播 这个戏马 就不断地重播 你贪我爱 然后 就这样子的 有难你行为 生下了子子孙孙 然后 又是重复地不断地 在贪嗔痴的三毒 逼迫之下呢 又是不断地 每一生每一世 每一生每一世 不断地去招感生命 一旦招感生命了 必定是生老病死 在这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还算很不错 我们还有机会来到法白面皱 有些人没有这个福气 法还没有白面还没有皱 在肚子里边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拿掉它 时间怎么会没有灾难呢 它要来出现这个世间 可是你就把它拿掉了 那种恨心 不是只有一个 台湾一年不晓几万啊 拿掉了 未婚妈妈 单单未婚妈妈就有三万多 那你想想看 这些 不会造成世间灾难吗 一定会的 阳间未乱 阴间先乱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信佛学佛的人 我们对过去 如果无知 有造成某种伤害众生 我们要生惭愧心 惭愧的心 自心念佛 诵经拜佛 来回向这些无辜的众生 被我们伤害众生 否则的话 没生没死 它是 跟着你的 一定跟着你的 所以 有些人 莫名其妙 检查没有病 神话病都没有 一切都践踏 血液啦 骨髓啦 什么检查都没有病 没有事 可是 就是腰酸被痛 腰酸被痛 检查起来没有什么病 那就是要考虑到 我们前辈子 有没有伤生 有没有杀生 这些阴界的众生 始终在跟着你 这个是 让我们了解 我们这个欲界众生 我们时时刻刻 我们是在欲界呢 还是射界呢 还是无射界呢 我们应该 清清楚楚的 知道我们现在在欲界 马上心收回来 知道我们在射界 在射身上做活计 马上知道说 这个是无常 然后在无射界 去幻想一大堆 那么你赶紧的收回 所以佛陀所说的法 人人可修 时时可修 处处可修的一个法 也就是 打点好我们的身心 身心打理好了 不被他所迷了 你这个时候你念佛 你才能很真切的 诚恳的 一身佛号 一身光 那 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 接应我们大家 在极乐世界 继续修 得到无身法忍了 再还到说佛世界 去广度众生 这是我们念佛的 终极关怀 请合掌 愿以持功德 愿以持功德 庄与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下祭三土苦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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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菊乐果 达将入神 尽 cog 生命剑提心 它 bond 与没有想活 那么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